嘉義知名文旅集團108年涉嫌炸領觀光局暖東旅遊專案補助款45萬多元 經台中地檢署搜辦 集團副總坦誠犯刑並繳回犯罪所得 而鴻信副總裁定還起訴兩年 條件是要捐贈市價100萬元的物資 那因為他們這個表示說願意來做這個公益活動 來這個換取還起訴 所以我們就思考說是不是可以跟他們的旅宿業者本身有關係的一個公益物資來做結合 比較適合作為這個還起訴的一個條件 因為我們是希望作為所謂的預防再犯的一個命令 所以我們當初是思考說那是不是就可以來做這個請巨啦 或者是棉被啦枕頭這一類的一個捐贈 那當然鑄信司法我們地檢署原本就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根深保護協會 榮譽官戶人協進會 這樣只是我們照顧或關心的對象比較限定在被害人 或者是我們受執行人 那因此呢我們想透過我們還起訴制度 給被告一個自信機會的同時 也能夠讓還起訴的條件多樣化 達到一個社會教化的意義 琳琅滿目的生活清潔用品小型家電等 一共有1637份工藝物資 由檢察長代表交給台中市政府 社會局可依照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來幫助弱勢家庭 那也經過我們社會局還有我們社工同仁 去逐一去做調查 那麼一共買了這個99項1637份的 這一些生活上的必需的用品 包括棉被床墊枕頭還有一些家電的用品 讓他們剛好在這個冬天這個季節 能夠及時能夠讓他們能夠使用 防疫期間送暖展現司法在更正不阿之外 柔性的一面 不只給犯錯者機會 也關懷社會局的服務對象 記者張偉林 台中採訪報導